A股今天还是比较惊心动魄的 上午找得好好的 下午尾盘附近又来了惊魂一跳 很多人被吓到了 盘都还翻绿了 所以今天A股是相对比较弱的 因为在昨天晚上 大家看到没有 美股创新高了 标普500和纳指 昨天都创了历史新高 最关键是昨天晚上 美股大涨的人工智能科技股 今天咱们大A的表现相对较差 咱不说美股 其实在今年 我们就说2024年 港股 我跟你讲 港股绝对是全球股市扛马子 2024年港股绝对是全球股市扛马子 港股之前连跌四年 跌成了金融中心遗址 被新加坡给抢去了风头 以前伦敦香港纽约 世界三大金融中心 只是说港股的上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涨的是互联网公司 什么阿里巴巴 美团 腾讯 但是这轮上涨 全部在涨高股息 港股的一些券商 保险 包括今天港股 房地产大涨 房地产的万科 今天涨了15% 房地产高股息 今天大涨 然后呢 港股上涨了两个阶段 从低点基本上涨了20% 确实太强 所以说你相对来讲 港股今年都涨了20% 港股今年都涨了20% 咱们大A 才涨10% 今年到现在才涨10% 关键是 它的指数还虚假 它涨了什么 涨了银行煤炭 石油 芯片啊 新能源还没回本 所以说 相对于外围来讲 咱们大A经济的表现 那肯定是比较菜的 盘中还绿了 但是呢 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讲的房地产 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昨天啊 昨天咱们这个房地产 看到没有 昨天 就在昨天 我们用了大篇幅 用了超大篇幅的 重点讲到房地产的机会 我们从技术面和基本面 弃缩了房地产的大机会 看到没有 房地产的时候 讲到人工智能 昨天中午讲的 那你看今天 人工智能和房地产 是两个零档板块 房地产呢 我们在昨天布局过之后啊 今天房地产 我们美盘呢 调了点仓 也没有说 应该就是说调了点仓 我们房地产今天属于调仓了 就是 我们本来有两个房地产股吧 今天相当于 差不多卖了一只 然后呢 又加了一只 就是稍微调整了一下 但是呢 房地产的仓位呢 比昨天还变多了 我们昨天呢 这个小美今天的房地产 仓位还变多了 因为我们是早上一开盘就加进去了 早盘可能还在绿的时候 就房地产早盘还在绿的时候 我们加仓进去的 所以说尾盘呢 我们也没撤出来 总体仓位还变多了 因为早上加仓 主要是想做个梯 结果它涨那么多 而且大家知道 房地产一般有利好 容易周末有利好 容易周末 它是容易有利好的 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 对吧 你说这个星期六星期天 有没有什么王炸 什么上海解除限购 因为你想想 我杭州解除限购了 你上海不解除限购 那我到时候去杭州买房子了 你看到时候不就 不就那个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周末呢 说不定 有利好 而且 基本上房地产天天有利好 你看 云南大理的吧 昨天是杭州 云南大理 鼓励收购存购房 作为保障房 租赁房 或者人才住房 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 房地产呢 经常有利好 经常有利好 而且呢 这个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这个 房贷利率下调 江苏多 江苏多层下调 房贷利率 长宫首到房地率 已经降到了3.25 这不就是那个了吗 这不就是 公积金了吗 这不就是 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了吗 无锡降至3.45 看到没有 长宗呢 是3.25 无锡降至3.45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银行的理财 基本上还有两个点 他把这个资金 他把这个资金 其实收进来 存进来 然后再带出去 总的来讲 还是要挣点辛苦钱的 所以说 他这个利率已经是非常低了 这都跟公积金差不多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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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房地产 我估计过一段时间 你能够看到 各种各样的利好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通过 这种各种涨价 你看大学涨价 学费涨价 高铁涨价 这个水费涨价 说明什么 没钱了 很多地方没有钱了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他救房地产的心 更迫切 没钱了呀 没钱了 那肯定想救啊 这个 到时候能把地卖出去 那不就有钱了吗 那地卖出去 首先把房地产消化掉 你才能再建房子呀 所以说呢 我感觉呢 这个周末说不定 还有大利好 咱们房地产呢 这个今天 还是吃了顿大肉的 只是说 盘中的是吃的很厉害 盘中最高的时候 咱们收集的股票 都涨了五六个点 收盘呢 只剩三个多点 还是回落了点 格局了一下 今天房地产 格局了一下 尾盘又连点回落 但是呢 这个主要还是持有 明年星期五 除非星期五大早 要不然呢 我们就准备 再拿一钱 再拿一钱 房地产呢 他不是说 咱们不是说 这个房地产也多看好 我们之前讲房地产的时候 也讲 这房地产就是 也许全中国的房地产 并没有完全期稳 但是呢 房地产的股票 有可能提前期稳了 就算是房地产的股票 没有期稳 房地产里面的一些 优秀的公司的股票 可能会提前期稳 你看今天 大涨的房地产的股票 是不是房地产里面 比较优秀的那些公司 他就提前期稳了呀 是不是 而且你看一期报 你会发现 在全国房价 在全国这个房价下行的阶段 一期报里面的几个 最优秀的房地产公司 都增长的 他的他的一期报都增长的 知道不 全国的房价 全国的房 房子都在 都在这个 低迷的情况下 人家还是 是往上增长的 很厉害啊 那要是稍微好转一点呢 全国的这个房的形式 稍微好转一点呢 人家不是立马的 对吧 所以房地产呢 我们是短期 还是偏看好的 因为在之前 我们主要做三大运营商嘛 什么电信联通移动 我们现在没怎么做了 咱们还在做高速公务 但是呢 我们现在超短呢 主要做房地产 当然跟房地产 联系最密切的 就是银行 银行股啊 今年真是太强了 这个银行板块啊 大家以后还是要重视一下 这个银行 银行板块啊 那今年绝对是 王者级别的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感觉 今年好像没赚钱 只说上来了 你看看这个银行 你看看这个银行板块 只说能不上来吗 你看这银行板块 这只说能不上来吗 但是从银行的走势上 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毛病 所以说以后呢 咱们要重视一下银行 只是银行现在叫做高低切换 就之前涨了比较多的银行不涨了 现在换一些 没怎么涨的银行再涨 它在板块内部啊 做轮动 所以银行呢 还是值得重点看一看的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政府收储啊 它是利好银行的 因为一般政府出20% 银行出80% 这不就相当于房贷吗 因为因为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收储过之后啊 你这个房价再跌10% 跟银行又没有关系 你的房价都已经跌了这么多了 对吧 你房价再跌20% 那也是把这个 把这个政府的这个20%跌没有 对银行来讲它又没有影响 它相当于又把房贷放出去了 所以对银行来讲是利好 我们接下来呢 也会重点关注一下银行 只是说银行呢 要注意一下高低切换 接下来呢 是这个 老美啊 老美呢 要对这个 东南亚四个国家太阳门 产品真实关税 反正老美呢 又是301关税 又是左打压我们 又打压我们 但是我们呢 你说反制 咱们的反制就一招 咱们的反制就一招 比去年十月份还少了 中国连续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 三月持长创15年新机 看到没有 我们三月份的美国国债的持长 创了15年新机 三月份我们减持了76亿美元 然后呢 这个日本和这个英国继续增值 我们现在已经创了这个 我们持有美国国债最高峰的时候 是2013年 当时达到1.32亿美元 这一峰值历史上比呢 中国实在金额下降了5493亿 5493亿是多少钱 5493亿相当于4万个亿 降幅达到42% 主要是可能自己也缺钱 我们要维护人民币汇率 然后这里也需要花钱 那里也需要花钱 本身也缺 咱们本身也缺钱 老美贴打压我们 我们要救房地产 我们还要把房地产的房子收过来呢 这哪个不要钱 那就减持你美国国债 顺便你还打压 我就减持你的国债 不管老美出什么招 咱们就是减持美国国债 因为你做别的 老美他心里又不痛 你就减持美国国债 美国心里就痛了 因为中国的房市 美国的股市 债市 这都是痛点 这个国债的减持 它可能也是将来 收房子的一个资金来源 大家知道股市今年 为什么能起来 不就是国家里当时买买买买买 把信心买出来了吗 那房子他也要买买买啊 但是房子买买买买 你不要说 啊房子买买买买 后来房价大涨 大涨就不要想了 他只是把房价能够稳定住 维持住 你看咱们这个汪汪队买的股买的这个A股 A股稳住了 但他涨了没有 他也没有涨了 他也没有涨 他只是稳住了 当时以后他们买房子 他也是稳住 房价就不要想着涨了 但是呢 从历史的这个 历史的滚滚车轮来看 房价以后还是会涨的 为什么呢 你看通胀来了 通胀来了 什么时候通胀来了呢 你看康斯姆 康斯姆方面面涨价 超市拿货 一桶一涨四毛钱 你看康斯姆最近啊 这个五连阳啊 五连阳啊 康斯姆方面面将全面涨价 怎么个涨价呢 就是说涨了四毛钱 然后呢 统装呢涨了五毛钱 他涨价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通胀膨胀 对于财富的伤害 最严重的就是通胀膨胀 英国啊 最近大概 这个一百年 通货膨胀 最起码通货膨胀了四千倍 就最近一百年的英国的货币 最起码通货膨胀了四千倍 通货膨胀了四千倍 就相当于贬值了四千倍 那你想想 这个咱们这个最近感觉 就是好像有点通胀想要起来的感觉 那方便面涨价了 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呀 钱越来越不值钱 那不就是通胀来了吗 所以咱们这个大A呢 咱们这个大A呢 它其实是一种反应 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建房子啊 它建房子需要什么 它需要原材料啊 你看这个原材料铜 你看建房子里面那个水暖未郁啊 这些东西 它都需要铜啊 铜最近涨价了 那你说它建房子的成本是不会提高 建房子的成本提高 它自然而然售价 它就涨了呀 所以说呢 当时这个2016年17年 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搞那个 钢铁煤炭水泥持续涨价 钢铁煤炭水泥涨价过之后呢 建房子的成本就比较高 所以说当时的房价就比较高 那么你要是假如说 它的成本再提高过之后 它的栽埃就涨价了呀 所以房价呢 它为什么就是 你看这个英国也好 这个美国的房价也好 它基本上都是涨的 因为它 格林斯派嘛 1980年的美联储主席 他提出了合理通胀概念 就是每年 你2%的CPA 每年2%的CPA往上涨 它就是合理的 健康的 但是在格林斯派 1980年之前 没有这个理论的 没有这个理论 说要合理通胀 但是后来人家觉得 这个有道理呀 我每年都通胀 我每年都通胀 你钱不花 你钱敢存在银行里 是不是 我都给你贬子贬掉 你就得拿出来花 你拿出来的花就能创造就业 你拿出来的花 工厂就有订单 那它就会招工人 所以说 从1980年之后 全球的CPA 计划年纪都在上涨 所以说 这个为什么 就是说 日本的东京的房价 能够突破 这个90年的高点 美国的房价 一直在新高 就是因为 它就是要让你贬值 它就是要你每年 以2%的贬值 你不要说 我就贬值2%不怕 但你今年贬值 明年贬值 后年贬值 一直贬值 一直贬值 贬个10年 你看看 贬个10年 你看看 这钱就不值钱了呀 所以说 这个房子 一些好城市的房子 未来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你看 纽约 东京 不早就创了新高了 咱们应该也有希望 这个就是通胀 通胀 通胀从方便面开始 通胀从方便面开始 所以说 对于这个未来 大家千万不要悲观 咱们大A股 也要努力 要不然的话 今年被港股甩的太多 那说不过去了 村里面发布指引 强化APU企业行为约束 这一步细化 分红要求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他就是说 你这个发行人 需要在招股说明书 刊登 投资者的声明 让投资者阐述 你为什么上市 你当你不能说 我要准备要喝酒菜 不能这样写 你要写 我上市是为了 对吧 扩大产能 技术提高 等等等等 还要你就是 你要采明上市的目的 融资的必要性 目的资金的使用规划 未来的发展规划 最关键是什么 最关键 假如说你在上市之后 三年内 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业绩内出现大幅下滑 关键少数 可做出延长股费锁定程度 关键少数是什么 董建高加老板 大股东 就是说你要是 上市之后三年的业绩都在下滑 这个关键少数就是董建高和大股东 你要延长锁定期的程度 人家都三年 你上市三年之后 一直就是业绩下滑 那你 那你这个对吧 就不能 就不能这个 对吧 减持 那你要延长锁定期 然后你在招股书 还要说 你这个有没有分 你的分红 披露你的分红政策 你的长期回报 规划 公司章程有关利润非派 还有这个对吧 未盈利的企业 应当披露盈利时间等前单性的 问题 所以你看 你看现在上市 对吧 就比以前要求好一点了 是不是 这起码不是上市就来割韭菜的 对不对 虽然说做出了承诺 不一定远用 但是 你总 做出了承诺 总比不做的要好 总比不做出承诺 要强 是不是 所以咱们大A 是在进步的 咱们大A在进步 你看这个高盛 海外投资者 对中国 和资产态度 正在发生经济改变 这个应该讲的是对的 港股一直涨 比如说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涨了七个点 今天 中国平安涨了七个点 中国平安涨了七个点 咱们A股才涨五个点 它的益价率就在缩小 包括什么 包括你看 这个什么 中国太保港股 涨得好猛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益价率就下降了 因为港股 它有这个汇率 还有这个红利税 等等 有点益价率是正常的 但是从161 迅速掉到135 那么这也是好处 因为你说 A股和港股的益价率 之间太高的话 那要不就是A股高估了 要不就是港股低估了 那么港股最近的事实上 这起码说明 咱们A股没高估 对吧 这起码虽然说没涨 但是至少都说明 咱们A股没高估 所以说A股和A股的溢价 你看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在缩小 所以说对于这个 未来的这个 A股要有信心 你看这个外资说的 应该是没错的 只是外资呢 它选择了进出 比较方便的港股 因为进出A股呢 相对复杂一点 对吧 它就选择了进出 比较方便的港股 但是当它的这个 益价率 在逐步拉小的时候 只能说明咱们A股 没有高估 没有高估 咱们就可以继续涨 对不对 那么明天呢 明天我们还主要是看房地产 其他的暂时就不看了 因为当然要是周六周日 没有利好 咱们下周一房地产就跑路了 我们就看看 周末有没有利好 周末要是没有利好 下周一咱们就跑路了 所以周九不要忘记 点击点关注 fazla